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在当今娱乐圈,古装剧始终是观众热衷的一个大类 而在这一领域中,诚意的名字几乎成为了高质量和高颜值的代名词 从琉璃到莲花楼,再到即将播出的狐妖小红娘王全片 诚意凭借其多变的古装形象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如今,她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古装宅斗剧《驾高门》 这部剧不仅有诚意担任男主角,还将邀请人气女星白鹿加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剧的亮点和期待之处 《驾高门》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充满宅斗和全谋的古代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男主角陆林世上舒服的公子 他的形象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高贵公子 既有助高高在上的身份,也有助深沉的情感和坚定的原则 而女主角施婉则是一个充满活力 智慧和坚韧的乡下丫头,她的艺术高超,性格独立 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 诚意即将主演的《驾高门》是一部古装宅斗剧 故事主要讲述了尚舒服公子陆林和乡下丫头施婉之间先婚后爱 欲情故纵的爱情故事 男主角陆林是一个高高在上,重情重义,隐忍深情 严于绿脊的贵公子形象 而女主角施婉则是一个洒脱随性,医术高超,倔强坚定 古灵精怪的乡下丫头,如此有趣且强大的男女主人设 注定会为观众带来无限的惊喜和期待 《驾高门》的剧情爆点在于她的宅斗元素和复杂的人物关系 宅斗剧一直以来都有助自己的忠实观众群 而《驾高门》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情感纠葛和角色发展 使得整个故事更加丰富和立体 核心主题是关于爱情和成长 关于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以及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梦想 除了诚意和白露 剧方还邀请到了肖顺瑶和朱徐丹加盟 肖顺瑶虽然非科班出身 但凭借与君出相识和莲花楼中出色的表演 已经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在《驾高门》中再次与诚意合作 肯定会带给观众更多惊喜 朱徐丹次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玄女一角走红后 虽然资源有所不足 但她的演技依然在线 这次在《驾高门》中 她将饰演一个心狠手辣 以这一斜的美人形象 相信她的加入会为剧集增色不少 诚意和白露的合作让驾高门备受期待 诚意以其炉火纯青的演技 必定会将陆琳这个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白露饰演的洒脱随性 风趣幽默的乡下丫头形象 也会令无数观众眼前一亮 再加上朱徐丹和肖顺瑶的加盟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可谓十分强大 高颜值高演技的组合 再加上扣人心弦的剧情设定 相信《驾高门》一定会成为 今年古装剧中的一匹黑马 总的来说 《驾高门》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古装剧 它不仅有助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主题 还有助一群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诚意和白露的合作 以及肖顺瑶和朱徐丹的加入 都让这部剧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 《驾高门》将会成为 今年古装剧中的一匹黑马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期待它的上映 期待它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故事和启示 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宅斗剧 《驾高门》在演员选择 剧情设定和视觉效果上都下足了功夫 诚意和白露的精彩表现 无疑是该剧的最大看点 而助续丹和肖顺瑶的加入 则为剧集增添了更多亮点 高颜值的演员阵容和紧凑的剧情设定 让人对这部剧的上线充满期待 希望《驾高门》能够成为 今年古装剧中的一匹黑马 为古装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